剛剛過去的星期六 衛生官員表示 2個星期前曾到洛杉磯縣旅遊的一名外地居民 確診了麻疹 洛杉磯縣部分居民可能面臨感染的風險 麻疹通過空氣和直接接觸傳播 感染後會出現發燒、咳嗽、眼睛變紅和疲疹等症狀 嚴重者甚至會出現其他併發症 這名患者曾於3月30日至4月1日在洛杉磯縣多地活動 衛生官員警告 未接種疫苗或免疫力較弱的人 如果在相同日期和時間前往相同地點 在7至21日內有感染的風險 洛杉磯縣公共衛生部提供了可能會接觸麻疹病毒的地點和時間 民眾可以素描而為碼、查看詳情 天下衛士記者編輯報導 臭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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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